下面呢 我给大家讲一个 激压里面出一核一半的一个错误模型 这个一半的错误模型 这个鸭码是这里啊 对啊 你先看我的鸭码 它鸭码是这样的 这个鸭码啊 这个鸭码我先说一遍 它在VS2010底下编译不通过 但是呢 它在VS2013底下 能编译通过并且能运行 但是呢 运行的结果 不是你想所期望的结果 这个意思啊 那我们看这个 这是第一个例吧 就是一个结果题啊 刚才没来说啊 哇 跟他说了 就是你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结果题 这个结果题里面有有有有有有属性 对不对 然后有一个派对不对 然后有一个 这个鸭码公司吧 是吧 有个鸭码公司对不对 这个先不要 就学员在那里了 然后呢 那我看啊 在这个你看 在这个 呃 类里面 在这个类里面啊 在这个对象 类里面都出现类型里面 定义了三个属性 然后呢 这个属性这个地方 有一个公式 对不对 有个鸭码公式 对不对 啊 全面积 然后呢 这用一个类定一个边链吧 用一个类定一个边链 天经地义 然后呢 他他他他才是想那样 我从 我从内存里面 看见吗 请输入 哎 我 我是这样 这样 我从键盘里边输入一个半径 对不对 我从键盘里边输入一个半径 附给这个片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开始计算这个面积 我开始计算这个面积 哦 计算这个面积 然后呢 我一计算 然后我一打印 发现是一个乱码 那这个效果啊 我在那个咱们学院上去演示 你你把那句话 这句话给放开 这句话 演示给该学生释放给所有 好了 你们看到了吧 你好啊 你不 你再 再插掉 再关掉它 哎 然后呢 你把你手表给我 哎 哎 来看这样啊 哎 挺挺好 操作两电脑 你看这是一个类对不对 这个类里面不是有三个属性吗 然后这个属性我又想哎 直接你你给这个你给他复制对不对 你给他复制我一计算 不正好不获取这个圆的面积了吗 这天经历意啊 你看你现在是这样的啊 现在我准备 哎 我这种是把这个鞋管去掉 把这个鞋管去掉 哎 对 然后呢 我再 我再保存 保存 这个啊 对 对 对 你保存一下 然后呢 保存 因为我是不是我下面开输入 不是开输入输入输量值对不对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代码 再看一下 看两分钟 这是输入半径吧 从键盘输入数据付给这个半径 这是第一话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我打印这个圆的面积吧 你让我打印这个圆的面积 他这不是有公司吗 对不对 他觉得这样子应该没问题 对不对 没问题 然后你把这个二三二行去掉 嗯 二三二行去掉 啊 我来我来 右键 剪切 然后 然后你保存 好了 那我们没问题吧 你输入一个十 现在输入一个十 输入一个十 是不是负给 负给谁的 负给半径了吧 现在我们开始计划吧 好 回车 你不发现 竟然打算是 你把警方调出来 任务了 任务了 在这 在这 你会发现 竟然是个乱码 不其对 请你分享点音 这是一个典型的 从面向过程到面向对象变成的一个不适应的一个地方 典型的一个不适应的一个地方 而且这个错误啊 看大家看 看大家看 你输入十不管用的什么 你看 你输入一个十啊 结果你怎么输入它都是打印的面积啊 都是不乱吧 都是这么一个大数 年轻数很大吧 这个二的十的一百二十四十米 太多了吧 是吧 很大有数 画内存四级图 一画就出来 画内存四级图 这个例子没有写的吧 还有一点还有一点麻烦你就输入个十啊 一打印的一打印的面积是个乱码 有这个意思 是吧 那好了 这个例子 我用在这里 然后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我就把你退出来啊 啊 好了 啊 把啊 哎 啊对 那那是不是要给你啊啊 然后呢 我退出 好了 那好了 看我的面了 看我的面 那这个代码放在这那个 咱们学院的机场运行了啊 那现在 现在这样了 他代码不是这样的吗 从键盘输入一个半径 输入一个半径给他吧 对不对 我用远按这个类型 定义一个边量 然后呢 我从键盘输入数据 直接给到这个边量 对不对 给到这个边量以后呢 我直接用那个打印这个边量 这个对象的面积 对不对 结果一打印收乱码 收乱码 那好了 这个地方打印两面 对不对 他不服气 对吧 我们 分析的代码吧 没想到代码很简单 但是 他就是你经常要犯的错误 没有吧 好多学员 不理解的道理 同样 我们从试语言 学到那些分析方法 到试语言里边 同样有效 没有吧 就用内存式一图来对付他 你不能说一话呢 你什么都不会用啊 那那怎么行 你看啊 现在用那个变量 用那个类型 定一个变量吧 用那个类型 定一个变量 然后康斯 西加边议会 这句话 只有那15行的时候 西加边议会 分贵内存 然后R一块 P一块 对不对 然后呢 R一块 对不对 是吧 然后你看啊 我写出来 这个是R 这个是P 然后呢 这个是 面积S 面积S 现在这样 现在 现在你看啊 一开始定义 一开始通过这个变量 通过这个类型定义变量 2没复制吧 2是不是不乱把 是不是不乱把 我没复制啊 然后呢 P二是3.1 看S了 S你看是啥 S是不是π P二乘一个R乘2 对不对 相当于 P二乘一个乱把 是吧 乱把 再乘一个乱把 这样就真热了 对吧 所以说啊 S这个地方 是一个很大很大乱把 这个大硕 不乱把对不对 垃圾座 那好了 现在这个学院啊 想 执行这计划 给这个P 对R 复制 对不对 那好了 如果真复制了 是不是里面变成10了 再改成10 然后再执行这计划 是吧 执行这计划 执行这计划 是不是打印他 打印他对不对 是不是打印他 请问 你把这个R 复制给10 和这个S 有关系吗 虽然是个成级 但是 CME不会 他不会主动的 去调这个 这句话吧 因为这个 CME 你看 这个句话的时候 什么会被执行 就这句话的时候 我当年 这个时候被执行 对不对 CME 他不会执行 他不会执行 这个计划 是吧 他只会从这个 内存空间那边拿纸吧 内存空间一穿上话的时候 垃圾纸不是有了吗 你看 我再说一遍 S 在一定议这句话的时候 在你一定议这句话的时候 S这个纸就是一个大的垃圾纸 对不对 在你 在你 诶 这个字怎么大了 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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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类型 类型定义变量的时候 定义变量的时候 S的值 S的值 就一 进 是吧 固定 下 来了 是吧 你看是不是 你一定 这个变量 S这个值 垃圾纸 固定下来的吧 他执行这个 这句话 当你再获取 这个S的 直辆内存空间的时候 它只会 机械地获取 这个S 所标号的 内存空间的值 结果 它就是一个 大的垃圾纸 那又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如果你想获取 正确的结果 你想怎么办 你们写一个 成员 是吧 如果你想获取 正确的结果 你不是这样办吗 S S 你不这样办吗 对不对 你肯定这样办 让他执行 这句话吧 是吧 然后再 Rhythm 去吧 是吧 然后 这个上次 Flova 大老吧 然后你 你自然 是不是要来 一个 韩江英 现在你是不是要来 一个韩顺 现在你明白 为什么要有韩顺 在用 要有成员 韩顺 现在你是不是要明白 为什么要有这个成员 韩顺 是吧 如果你讲这么细 这么多 就是给你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就是为什么要引入 成员韩顺 的原因 你看是不是 这是一个点声的错误吧 点声的错误 所以说通过这个案例啊 通过这个案例 我给你讲清楚了 为什么在 这里边 需要引入一个 这样一个成员韩顺 如果引入这个成员 或者就去调用这句话 重新计算 然后把这个纸给做出来 你看吧 如果没有他 你这样做 做不出来 是吧 所以说啊 这个例子啊 你要时刻的记下来 这个例子 就是咱们学员 0313版 一个学员 做的一个点声的案例 当时我找啊 当时我挤得不得了 我找一个比较好的案例 给大家 我也找不着 上课的时候 一个学员 出问题来 让我挑事 我一看这个案例 太点声了 我说你做了一大贡献 我说一会儿 我没事的给学员 讲这个案例 是不是这样 这个案例 你看是不是 是不是犯了很经典 这很经典 所以我把这个案例 我再回归来 我再回归来 我发给你 你得好好的看看 这个案例确实 而且你不如一看 你不画能够实际图 如果你不画这张图 你试试去 你分析不出来 很难不允许这个地方 特别是你刚入手 时间下 我就直接改吧 那么这个地方 他有两句话 那么 骗 是不是骗 然后我发一个例子 给你好吧 你好快 把它运营一下 我给你两分钟时间 这里上咱不能快 你刚开始你知道吗 你看好多学员没学我学家呀 所以这个地方 我给你五分钟时间好吧 嗯